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师 最近真的是忙翻了 因为开学的时候各个的班系都已经开始在开课了 所以像我晚上和假日的时候几乎都是全满的 那我白天呢 因为我现在有在大专院校 就是有去接讲师的部分 所以在准备课程也是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那各位有时候我在拍片的时候 我可能一次上很多片 有可能会隔了几天没有上 那各位同学请你包含一下 那有任何问题都还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有觉得什么比较好的题目 你也可以来私讯到我的粉丝专业来私讯给我 我都会看到 那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 我也会拍片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吧 这个题目它是台中女中补充教材的题目 我觉得这一题出的不错 来你看喔 这一题假设XY是大于0 9X加4Y会等于100 我们求这个东西的最大值 哇塞老师 我要求这个东西的最大值 这个到底该怎么算啊 来你先去想这个问题 我要求它这个最大值 所以我们就先假设 来我们link 好我们linkK会等于它好了 这个叫做X加Y 分支XY OK 但是这样写起来 其实它不太好算 因为它没办法要继续做任何分解的动作 来所以我就把它做一个取导数的动作 导数的动作 它变成XY分支 来这个叫做X加Y 好那各位同学 写到这边的时候呢 大概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 我想要变成这一块 你看 这里AXAX约掉是变成Y分之一 来那后面这个呢 来这里 好这里YY约掉是变成再加上X分之一 好这个叫导数和的概念 那我们要怎样去配出这样子类型的题目呢 首先你先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到底要使用到哪一种不等式 来XY为正数通常来讲的话 这种题目我们会使用到所谓的算起不等式 来我们来试试看 来看好了 题目现在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题目现在告诉你是9X加4Y 9X加4Y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9X再加上所谓的4倍的Y 我们去乘上所谓的什么X分之一 来这里再加上Y分之一 我们看它乘开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形式 来开始 我们这边给它爆开 来这边乘开来 这边叫做的是9 那这里乘开来呢 这个叫做再加上来这里是9倍的 来这里叫做Y分之X 然后这里呢 好这里是再加上4倍的 来这里叫做4倍的 4倍的 来这里叫做X分之Y 然后呢这里呢 YY消掉所以变成多少 所以变成所谓的4 OK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 来9加4好来这里是13好这里是常数 但是我们不用理它 我们考虑是这个部分 来这个叫做9倍的 来这个叫做Y分之X 然后再加上4倍的 来这个叫做X分之Y 来各位同学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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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叫什么 诶这个叫做正数的什么 嘿对导数核 这个叫正数的导数核 来正数导数核 我们会使用到所谓的算计不等式 来各位同学来算计算计算计 因为这个相乘过程当中 这个刚好可以整个约掉 那我们这边也不要 辣掉也是加13 来所以你会发现这里 为什么导数核 用算计 因为这个相乘过程当中 这个刚好可以整个约掉 那我们这边也不要 这个可以刚好可以整个约掉 来所以各位同学94多少 36 36开根号多少 嘿开根号变成6 所以2612 12加13多少 它是不是25 嘿各位同学我现在写到这里来 你看懂了吗 所以会发现一件事情 哦原来是这一件事情 那我们会知道说 这一个式子它会大于等于25 来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来这个叫做9X 再加上4Y 再乘上X分之1 再加上Y分之1 它会大于等于25 好那我们把该带的东西 直接给它带进去咯 那这个东西我们带多少 带的是100 原来题目告诉你是100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K分之1咯 所以就是K分之1 所以我会得到一件事情 来这个叫K分之1 会大于等于 来这边多少 好这边是一百分之25 一百分之25 那就是所谓的四分之1 然后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取导数 我们要问的是K嘛 OK 来那所以我的K 它会小于等于取导数 然后这边刚好也做一个 不等号对调的动作 它会小于等于4 我会小于等于4 所以4就是我的最大值 没错 所以这一题的最大值就是4 不晓得各位同学搞不搞得懂 这个用算计不等式来去算的部分 OK 那这一题真的只能用算计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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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题还可以用另外一种不等式来解 好我们把黑板整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不等式 该怎么去使用咯 好了我们看一下 来像这样的题目 好来我们再把它稍微来处理一下 它问你求X加Y分之XY的最大值 我们把它做一个导数的动作 我们求XY分之X加Y的什么值 做一个导数嘛 所以原本最大值就会变什么值 嘿对就会变成所谓的最小值 好了吗 来那这个部分呢 刚刚我已经讲过 它会变成X分之1 再加上所谓的Y分之1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不是算计 那没错可惜 这一题可不可惜 这一题当然其实是可以用可惜的 这一题是可以用可惜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 老师那为什么这一题可以用可惜 因为这一个你可以看成正数的导数 你也可以看成多足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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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足导数 我们当然可以使用到所谓的可惜了 OK 好那我们这边来使用到可惜看看 来记得看到可惜 来我们联想到所谓的瓜瓜 两个瓜瓜 大于等于这个叫瓜弧的平方 OK 二次摆左一次摆右 二次摆在这边一次摆在这边 OK那可惜不得知就是他套招把它套好就好了 可是老师二次摆左 我怎么知道你这边摆谁 老师这个是一次啊 这个是一次啊 没有没有 多足导数的情况下请你 要放在这里 好所以来这里是平方 所以我们去写成 根号9x的一坨平方 这边要写成根号4y的一坨平方 那老师那我就知道啦 这里是不是要写成根号的来x分之一的平方 这边来这里是根号的来这里是y分之一的平方 记住科西不等式 平方不要看 我们让他一项配一项 所以来这里的根号x跟根号x是不是消掉 对不对 来这里是根号9 所以我们这边怎样很开心的写个3 OK 平方不要看一项配一项 所以这里是不是根号y 这里根号y是消掉 这是科西不等式的精神 所以根号4 根号4来所以这边变成2 OK 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里我相信你是没有问题的 来那所以我们把答案给他带进去 这里多少 这里是不是几八 对不对 然后在乘上呢 来这里是x分之一 再加上y分之一 3加25 5的平方 这边是大于等于25 那我们就知道呢 来这个叫做x分之一 再加上y分之一 它会大于等于 一百分之二十五 我漏掉一百 一百分之二十五 那这里就会变成四分之一 所以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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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变成所谓的四分之一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家伙的最小值是四分之一 那导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原本这个式子 x加y分之xy 小于等于四 所以这个四就是我的最大值 OK 来你有没有想到用科系也可以算呢 所以不管是科系 不管是算计 当然这个题目 你会发现科系好像稍微快一点点 但是如果这个题目放在高一的话 你还是非得用算计来去算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 你要了解到一个概念 就是不是方法快步骤少 那个方法就是好方法 错 当下想到的方法才是好方法 不管你这个方法是 要花很多时间算出来 还是两三笔就算出来 反正只要能够算出来 就是一个好方法 我觉得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呢 你有这样的概念 才会让你在考场的时候 可以拿到高分喔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模拟考的时候 你拿到考卷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那个题目是哪个章节的 对啊 模拟考就是考全部耶 当然有些有范围 可能是12册啊 可能是123册啊 可能是1234册啊 可是你拿到一个题目的时候 你还要判断它是哪个范围 嗯 其实这样太慢了 就是你拿到题目的时候 你当然想到什么做法 你就试着试试看 培养你做题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 是蛮重要的喔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解 就到此为止 OK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 想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想买我的线上课程 下方资讯栏都有连结喔 我是李翔 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下面讨论吧 拜拜